第三章 基督教的三位博士 圣安布罗斯 圣杰罗姆 圣奥古斯丁和教皇大格雷高里四人被称为西方教会的博士 其中前三人属于同一时代 教皇大格雷高里属于之后的时代 本章主要介绍前三人的生平和他们所处的时代 圣安布罗斯 圣罗杰姆和圣奥古斯丁 三人是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去的胜利和蛮族入侵时期中非常活跃的人物 在叛教者朱利安统治时期 他们三人都很年轻 后来罗马被阿拉里克王率领的哥特族劫掠 圣杰罗姆又在那儿生活了十年 直到去世 凡达尔族入侵非洲时 圣奥古斯丁还在世 他在他的主教馆区被围攻时 不幸离世 人类文明在连续 衰退了数世纪 却将近一千年以后 基督教世界才诞生了与这三人在学术与文化方面向辟敌的人物 圣安布罗斯 四世纪末 西罗马帝国首都米兰的主教是圣安布罗斯 由于职务的原因 他经常与皇帝接触 并习惯以平等者自居 有时甚至以长者自居 从他和皇帝的交往可以看出 国家已经衰弱无能 被一些毫无原则的利己者所统治 他们除了权宜之计以外 再没有长久的政策可言 但同时期的教会则方兴为爱 他的领导者都是一些为了教会利益 随时准备牺牲的杰出人物 他们具有长远的政策 因此为后世带来了长达一千年的胜利 圣安布罗斯的父亲曾任罗马帝国高官 高鲁总督 圣安布罗斯可能生在突来府 一个国境边上的城镇 为了防止日尔曼人入侵 这里铸囤着罗马军队 圣安布罗斯13岁到了罗马 在那里 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打下了良好的希腊语基础 便在成年后专攻法律 之后他在这方面获得很大成就 三十岁时 他被任命为列古里亚和伊米里亚两个地方的总督 虽然在势头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但由于宗教信仰 四年后 他竟自动脱离了四处政治 参与了米兰式的主教竞选 他站上了一个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 在群众的欢呼下 登上了米兰式主教的位置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穷人 默认遭受人身攻击的危险 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教会事业 这一选择确实不是出于世俗的动机 对圣安布罗斯来说 这一选择是明智的 因为即使他做了皇帝 也不可能像作为一个主教那样 得以充分施展他的财能 在圣安布罗斯任主教的前九年 格雷善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 但由于沉溺与狩猎不利国事 他最终被人谋害 具有西罗马帝国大半领土的马克西姆斯 穿夺了王位 但继承意大利王位的是格雷善年幼的弟弟 瓦林提尼二世 因为他尚未成年 就由母后查什丁娜摄政 而他是阿利乌斯教派的信徒 因此就与圣安布罗斯纷争不断 本章所叙述的三位圣徒 都曾写过很多书信 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保存到今天 这对我们了解他们的学说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圣奥古斯汀的信的内容 主要是关于教义和教会的戒律问题 圣吉罗姆的书信 多数是写给妇女们的 他在信中劝告他们如何保持统真 而圣安布罗斯的信 则主要是写给皇帝的 他在信中指出他们在哪些方面 没有尽到作为皇帝的义务 有时也祝贺他们能够恪受职责 圣安布罗斯最初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 是为罗马的圣灵女神祭坛 与塑像的问题 在首都 元老家族比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长久地保持着异教信仰 官方的宗教被掌握在僧侣手中 他们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元老院内的圣灵女神塑像 被军师坦丁的儿子军师坦迪乌斯撤掉 但不久又被叛教者 朱利安恢复了 后又被格雷善皇帝重新撤掉 于是以罗马市市长西马乌斯为舍的元老院代表们提出了重新恢复圣灵女神塑像的要求 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基督教基督徒元老院议员们的反对 他们的要求因为得到了圣安布罗斯和教皇达玛苏斯的支持而获得了皇帝的批准 格雷善皇帝死后西马库斯和异教徒的元老院议员们 于384年又向新继位的皇帝瓦林提尼安二世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为了阻止这一启述 圣安布罗斯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写道 正如所有罗马人对皇帝有服兵役的义务一样 皇帝对全能之神同样有服役的责任 他说不能让任何人利用陛下年幼 如果是异教徒提出这个要求 那么他是想以自己的迷信来束缚陛下的精神 这是极不正当的 他应该用他的热情启发 并激励殿下陛下树立真正的信仰 而他竟全力为虚妄的事辩护 圣安布罗斯认为 强制基督徒向偶像的祭坛显示是一种迫害 他说 如是民事案件可以把答辩权留给反动派 但这是个宗教案件 如果陛下真要进行裁定 我等主教如此绝不能认受 也不会置若罔闻 陛下固然可以走进教会中来 但那时陛下一定找不到一个祭司 即使找到一个也必定是反对陛下的 他在另外一封书信中指出 教会的财产是用于维持平民生计的 请他们计算一下 神庙输过多少俘虏 他们对穷人供应过什么食品 他们对哪些流亡者提供过生活费用 这是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圣安波罗斯的论点取得了胜利 但以后偏袒遗教徒的篡位者 尤金尼乌斯又恢复了该祭坛和属下 一直到394年 迪奥多修斯战胜尤金尼乌斯之后 这问题才按基督徒的意愿 获得了最后的解决 最初圣安波罗斯与皇帝关系很友好 但不久就发生了一场严重纠纷 皇太后查士丁娜属于阿里乌斯派 她要求把米兰的一个教会 让给阿里乌斯教派 圣安波罗斯拒绝了这一要求 人民支持圣安波罗斯 在巴西里卡里挤满了群众 皇室派武装部队前往米兰 强行战绩教会 但部队没有执行镇亚的命令 圣安波罗斯在给他姐妹的一封信中说 他们强迫我赶快移交巴西里卡 并声称这是执行皇帝的职权 因为一切都在皇帝的权限范围之内 我回答说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 例如我的田地金钱或者其他私有财产 虽然我把所有这一切都送给了穷人 但我决不拒绝 但凡是属于上帝的却不能隶属于皇权之下 如果需要我的世袭财产 那么就请没收 如果要我的身体我立刻就去 你们要把我投入大牢呢 还是把我处死呢我都将欣然承受 我既不想借着群众来保护自己 也不想抱住祭坛来求性命 我宁愿为祭坛上吊生命 当我听说武装部队被派往巴西里卡 要对教会进行强占时我极为震撼 深恐民众在保卫巴西里卡时会引起一场屠杀 那就会给全城带来危害 我祈祷上帝别让我活着 见到这样一座城市 我整个意大利遭到毁灭 这种恐怖并非其人忧天 因为哥特军队历史上就已成凶 蛮干闻名 圣安布罗斯的强硬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有人说他煽动群众 他回答说 不去激动他们是我权限以内的事 但是他们平静下来却是上帝的事 据圣安布罗斯说 因为市民中间没有一个阿里乌斯教派 所以阿里乌斯教派中 谁也不敢挺身而出 当局正式命令他交出巴西里卡 军队也接到命令 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但最后他们终于拒绝使用武力 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只好被迫做出让步 在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中 圣安布罗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证明了国家在某些事物上必须服从教会 并由此建立了一项 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性的新原则 之后他又因为一所犹太人会堂被分事件 和狄奥多修斯皇帝发生了一次冲突 东罗马的伯爵报告说 事件出于地方主教的唆使 皇帝命令惩罚纵火犯 同时责令该主教重建这所犹太人会堂 圣安布罗斯继未承认也未否认该主教是否是背后的唆使者 但他对于皇帝袒护犹太人而反对基督徒的行为极为分开 这一事件处理起来十分尴尬 如果该主教违抗命令 那他将要成为一个寻道者 如果他欺负 那他将要成为一个叛教者 如果伯爵决定用基督教的钱来重建犹太人会堂 那皇帝就要有一个叛教的伯爵 而基督教的钱财就要被用来支持一端 难道应该掠夺教会的财物来为犹太人的不幸建立一所会堂吗 难道应该把因为基督的恩赐给基督徒的教会基金送进不幸者的钱库吗 他说 皇帝陛下您大概是为了维持法纪这样做的吧 然而在法纪宗教的大义名分之间 究竟哪一项更为重要呢 审判是需要服从宗教的皇帝陛下 您听说过吗 当朱利安皇帝勒令重修耶路撒冷圣殿时 整理废墟的人们曾被烈火分尽了吗 皇帝和圣安布罗斯之间最大一次冲突发生在390年 这时迪奥多修斯皇帝正在米兰 贴萨罗尼加地方的暴徒杀害了当地的驻军的指挥官 皇帝文宣后十分震怒 下令进行镇压 当群众聚集在广场时 军队对人民进行了突然袭击 至少屠杀了7000人 圣安布罗斯事先曾剑指皇帝这样做 但毫无效果 事件发生后 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一正言辞的信 在贴萨罗尼加发生了一件事无前例的暴行 虽然事前我曾屡次向皇帝上书要求制止 但没有效果 事件过程中我就说过 这事是极其残暴的 假如陛下姓林 我是不敢献祭的 既然是一个无辜者流血之后都不能献祭 难道在使众人流血之后都能献祭吗 我认为这是断然不可以的 皇帝 他在米兰教堂里脱下紫袍当众举行了忏悔事 从那时一直到圣奥多修斯事室 皇帝和圣安布罗斯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作为一个学者 圣安布罗斯不如圣捷罗姆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如圣奥古斯丁 但作为一个智勇兼备 善于巩固教会权力的政治家 他却是第一流的人物 我们再说说圣捷罗姆 圣捷罗姆是一位著名翻译家 他翻译了拉丁语一本的圣经 直到今天此书仍是天主教会中公认的圣经 在圣捷罗姆之前 西方教会有关旧约全书 主要靠从七十人译本圣经里移出的材料 而七十人译本 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与西伯来原文有较大的差异 大家知道 基督教徒们一直认为 自基督教博星以来 犹太人曾篡改了西伯来文原点中的某些章句 对于这种观点 圣捷罗姆及所有具有健全学术思想的人都否定 对于基督徒的批评 圣捷罗姆回答说 谁想挑剔这个译本就让他去问犹太人 由于他承认了犹太人的西伯来文原点 因此他的译本在最初曾受到很多人抵视 之后由于圣奥古斯丁的支持 他的译本终于被世人承认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译本中有相当部分的原点批判 345年 圣捷罗姆诞生于离阿奎雷亚不远的一个小城 斯翠登 他的家庭属于小康之家 366年 他去罗马学习修辞学 在罗马 他曾在道德上犯下罪 游历过高鲁地区之后 他在阿奎雷亚定居 并变为一个禁欲主义者 后来他又在叙利亚的荒野上隐居了五年 在沙漠里 他过着一种交织着眼泪 声音 精神恍惚的忏悔生活 他住在一间小屋 或一个洞穴里 每天赚得的食粮只够当天食用 并以出马步避体 之后他旅行到了军事胆丁堡 并在罗马住了三年 在罗马 他曾做过达玛苏斯教皇的朋友间顾问 在教皇的鼓励下 他开始着手翻译圣经 圣杰罗姆经常和别人发生争论 他曾和圣奥古斯丁争论过 圣保罗所谈及的圣彼得的某些作风问题 由于对奥里根的看法不一 他和朋友鲁芬纳斯决裂 他激烈反对菲拉揪斯 使得该派暴徒对他的修道院发动袭击 达玛苏斯教皇逝世后 他和新任教皇似乎也进行过争论 他在罗马时曾结识了一些独信的命夫 他曾说服他们中一些人进入了禁狱生活 新任教皇和其他许多罗马人讨厌他的这些行为 由于这事及其他原因 圣吉罗姆离开了罗马 迁往伯利恒城 在他规劝过的夫人中 有两位值得特别注意 保拉广妇和他的女儿 尤斯特·休穆 这两位夫人的身份属于高级贵族阶级 他们陪伴他长途 陪跋涉到伯利恒 保拉逝世后圣吉罗姆给他书写了墓志明 在这坟墓中长眠的是塞匹欧的海字 他来自显赫的阿加梅农一族 是格拉古的后裔 名门保罗家的女儿 在这里安息着为双亲及女儿 尤斯特·休穆所挚爱的保拉夫人 在罗马夫人中 他是第一位不辞坚信 为了基督而选择伯利恒城的人 圣吉罗姆还给尤斯特·休穆 写了一些奇怪的信 在信中 他认真而坦诚地忠告 尤斯特·休穆保持统真 对旧约全书中一些隐晦的说法 进行了正确解释 他用一种性爱的神秘主义的方式 对休女院生活的乐趣进行了赞颂 休女是基督的心腹 所罗门的雅各就赞扬了这种婚姻 当尤斯特·休穆宣誓做休女时 圣吉伦武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长信中 写着以下一些话 您是否因他选择了做国王或者基督的妻子 而没有去做士兵的妻子而感到愤闷 他给您带来了一项高贵的特权 您现在已做了神的岳母 在同一封信里 他对尤斯特·休穆说 希望规法的秘密永远守护着你 让新郎永远和你在内心中息息 你祈祷吗 那时你就在和新郎谈话 你诵经吗 那时他就在和你交谈 当你睡觉的时候 他将从后面来到 并把手放入门孔 这时你的心将为他感动 并会惊醒起来 同时说 我害了相思病 他会回答说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 你是一座圈起来的花园 一红壁锁的泉水 和一道密壁的喷泉 圣杰勒姆在同一封书信中 表达了他对长书的不舍 他把他们随身带到荒野里去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为了能读到西塞罗的作品 而宁愿绝食 经过几周夜的良心谴责 他又重新堕落 并阅读了普劳图斯的作品 放纵之后 他感觉到先知们的文体 出列而可验 终于在一次热病中 他梦见了最后审判 基督问他是什么人 他回答说 他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说 你在撒谎 你是个西塞罗的信徒 而不是基督的信徒 于是他被判以鞭斥的刑罚 最后他在梦中喊道 主 如果再藏有世俗的书记 或者如再阅读这类东西 我就是自决于我主了 后来的几年里 他在书简中 极少引用古典词句 但一段时期后 他又开始在文中引用维吉尔 赫拉斯 以及奥维德的诗句 相比其他作品 圣吉伦姆的书信 更能体现出 罗马帝国的衰亡 对他内心的影响 他在396年写道 现在的种种灾难 令我不寒而立 二十多年来 罗马人的鲜血 日夜流淌 进红了军师坦丁堡 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区的每一寸土地 哥特人 萨玛奇亚人 库阿蒂人 阿兰人 匈奴人 达 旺达尔人 以及边境地区的人们四处决掠 他们的铁蹄踏遍了 塞西亚 瑟雷斯 马其顿 达西亚 特萨里 亚盖亚 埃贝鲁斯 达尔玛奇亚 以及潘纳尼亚等地 罗马世界陷入衰落 但我们不会低头 只会昂得更高 哥林多人 雅典人 拉西蒂蒙人 阿加迪亚人 其他希腊人 在野蛮人的统治下 不卑不亢 无比坚毅 这只是少数城市 但都曾是一些伟大国家的首都 他还描述了 匈奴人对东罗马帝国的破坏 并在结尾写道 即便 修西底德和萨鲁斯特在世 他们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 来叙述这段历史 17年后 也就是罗马被截略后的第三年 他又写道 世界就要灭亡 是的 而可耻的是 我们的罪 却仍在蔓延 这座伟大的城市 罗马帝国的首都 被无情的大火吞噬 地面上到处都是奔走逃亡的罗马人 往昔无比神圣的教会 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与灰烬 可我们还在放纵自己的利欲 我们仿佛把每一个明天都看作末日 可我们在大兴土墓时 又像看到了生命的永恒 墙壁被装饰得辉煌夺目 天花板和柱头也金光一一 而基督却像赤贫者一样饿死在我们门前 这段话出自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书信 信中主要是在谈教育 一个将要做修女的女孩时 该遵守哪些戒律 他还在信中提到 保持童真远比打败匈奴人 妄达尔人和哥特人重要 他的这一说法令人唏嘘 他对古代世界衰亡的痛心疾首 顿时苍白起来 他从未思考过如何经国济世 也从未谴责财政制度的腐败 以及依赖蛮族军队的弊端 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圣安布罗斯是一位政治家 但他关心的只是教会的利益 他们这样作业的人都对俗士莫不关心 罗马帝国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再看看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出生在354年 比圣罗杰姆小9岁 比圣安布罗斯小14岁 他是非洲人 在非洲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他母亲是个基督徒 但父亲不是 他最先信奉摩尼教 后又改信了天主教 并在米兰接受了圣安布罗斯的洗礼 大约在396年他做了加泰基附近的西波的主教 并在此定居下来 直到430年逝世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中 详细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 这本书在后世有许多效仿者 最著名的是罗梭和托尔斯泰 圣奥古斯丁在许多地方和托尔斯泰相似 但是在智力方面 他远在托尔斯泰之上 他在青年时代虽然放荡不羁 但他是一个富有热情的人 有一种内心冲动 促使他去寻求真理与正理 和托尔斯泰一样 他在晚年时也受到罪恶感的折磨 生活变得枯燥无趣 哲学观点也严苛起来 他和一端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但当然森尼乌斯在17世纪重新 阐述他的学说时 却被看作一端 尽管如此新教徒采纳他的学说之前 天主教会并未对其正统性产生过质疑 《忏悔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他和一帮同伴偷宅了邻居树上的梨 当时他并不感到饥饿 而且家中的梨比偷宅的梨好得多 许多年之后他对此事一直不能忘怀 宗生认为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人性邪恶 他认为如果是因为饿或者是因为想吃梨 那么这种行为还不至于如此邪恶 而这一恶作剧说明是出于自身对邪恶本身的爱好 这才是最可怕的 于是他请求上帝宽恕他 上帝请你洞察我的内心 请你洞察我这颗落到地狱底层 也为你所临缅的心吧 现在请你洞察并让我的心向你述说 他在那里追求什么 他希望我做个无端的恶者 在没有邪恶引诱的时候去追寻邪恶本身 为幼年时偷宅了几个梨这件事 他写了很多请求上帝宽恕的文章 在今天看来这几乎是一种病态 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却是神圣的标志 那是犹太人有非常强烈的罪恶意识 这可以作为调和自尊心 与外界失败的一种方法 亚维是全能的神 并且而且对犹太人有特殊的关键 可他们为何兴盛不起来呢 因为他们道德败坏 崇拜偶像和外邦人通婚 还违背律法 公义是最高的善 而且唯有经受过苦难才能达到 因此他们必然要先遭受惩罚 并将这种惩罚看作上帝的一种爱 圣奥古斯丁还描绘了他跟母亲 学习拉丁语的愉快经历 并直言不讳对希腊语的厌恶 因为他在学校学希腊语时 曾遭受严酷的威胁和惩罚 因此直到晚年 他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希腊语 读到这儿 人们可能认为他反对严厉的训诫 提倡温和的交易方式 但他却说 自由的好奇心显然比可怕的义务 更义务感更有利 更能推动我们学习新事物 按照你的律法 唯有这种义务感才能约束自由 哦我的上帝 你的律法给我们注入了 某种有益的苦痛 正是这苦痛 让我们远离有害的欢乐 重回你面前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路中说 他不止在儿童时代 犯了说谎和偷窃食物等罪 而是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犯了罪 例如他用一整章篇幅证明 甚至吃奶的婴儿 也充满了贪食嫉妒 和其他一些可怕的邪恶 进入青春期后 他被情欲征服了 我长到16岁时 人间邪恶的情欲支配了我 虽然这被你的律法所禁止 但当我完全现身其中时 我无从窒息 我究竟距离天庭的欢乐有多远 他的父亲并未忧心这种事 他只是在学业上给一生 奥古斯丁帮助 反而是他母亲一再劝他要保持统真 但毫无成效 即便如此 母亲在当时也没建议他结婚 担心家世之类会妨碍我的前途 16岁时他来到嘉太基 他在忏悔路中去道 在我的周围泛滥着无法无天的爱情 我还没有恋爱 但却渴望着爱情 同时又憎恨自己的想法 我寻求我所爱的人 那时爱与被爱对我来说都是甜蜜的 尤其在我有了情人时就更为甜蜜 我竟以淫欲的污物玷污了友谊的侵权 以淫邪的地狱掩盖了他的光辉 他在这段话中描述他和所爱之人的关系 他的情人为他生了一个男孩 他很爱这个孩子 改宗之后他特别关心这个孩子的宗教教育 这时他母亲和他本人开始考虑他结婚的问题 他和母亲喜欢的一个少女订了婚 和以前的情人断绝了关系 他说作为结婚的障碍 我的情人被人从我身边拉走了 我这颗依恋着他的心被人扯裂受伤和流着鲜血 他把孩子留给我 自己回到非洲 当时圣奥古斯丁住在米兰 并向我发誓绝不和其他男人交往 订婚之后 由于未婚妻还年幼 两年内尚不能举行婚礼 这期间他又劫持了一个情人 但这次是秘密进行的 没有多少人知道 良心使他越来越难以安宁 他经常对主祷告 主啊 赐给我真操和克制吧 只是不要在现在 在他婚期到来之前 宗教终于在身上获得了全胜 从此他再也没有结婚 终生过着独身生活 19岁那年 通过西塞罗的作品 他重新回到了哲学 他阅读圣经 发现他缺乏西塞罗式的威严 就在这时他信奉了模拟教 这事儿曾使他母亲十分伤心 他是修辞学的专业教师 但又热衷于占星术 因此晚年时甚至提出 你的罪之所以不可避免 原因在天上 他努力阅读拉丁文的哲学数据 在没有教师的帮助下 理解了亚里斯多德的十大范畴 他说 我这个充满邪恶情欲的罪人 自行阅读了所谓文艺书记 懂得了我所能读到的一切 然而这些究竟与我有了什么益处呢 因为我背向光明 面对着被光照亮的东西 我本身却未得到光辉的照耀 他认为神是一个闪耀光辉的巨大物体 而他则是那个物体的一部分 圣奥古斯汀最初是反对摩尼教的 有趣的是 他的理由却是关于科学的 他在回忆从作业的天文学家的作品中 学到的知识时说 我将那些作品跟摩尼基乌斯的观点 做了对比 他对冬至春分秋分日月时 及其他相关问题做了大量论证 内容之丰富 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不知疲倦的狂人 他的那些论证对我没有多少说服力 他们不但与我推算和观察的结果不符 而且他们之间还相互矛盾 但我却不得不去相信 他特别指出 科学上的错误并不代表信仰上的错误 信仰错误的标志是 将自己的观点当作权威 并脱置于神的灵感 摩尼教中 一位知识渊博的著名主教 福士德 试图解答他的疑问 他们会面后进行了辩论 圣奥古斯汀说 我感觉除了语法以外 他对其他科学几乎一无所知 甚至对于语法知识的掌握 他水平也很一般 但他曾读过塔利的讲演集 某些诗集 塞涅卡的少数作品 及带有逻辑色彩的拉丁文摩尼教经卷 他经常讲话 颇有辩论技巧 而且很有良知 善发着儒雅之气 他的熊辫因而显得非常动听 圣奥古斯汀意识到 福士德根本无法解答他的 对某些天文学问题的疑惑 维尼教著作中 关于天空、星宿、太阳和月亮的很多内容 与天文学家的发现都不一致 他为此质问福士德 而福士德直称他一无所知 他说 因为这点 我甚至更欣赏他了 与知识相比一个政治人的谦虚更可贵 这使他的表现相当扩大 跟他晚年时对待一端的态度截然不同 之后 他去了罗马 他说 这倒不是因为罗马教师的收入比加太基优厚 而是因为那里上课的秩序比较好 在加太基 学生们闹的教师几乎无法收课 在罗马课堂秩序虽然较好 但学生们却经常借故拓欠学费 在罗马生活期间他仍然和模拟教徒互相来往 但已不大相信他们的观念了 他认为学院派主张人应该怀疑一切的说法是正确的 同时他也认为模拟教并不是我们本身犯罪 而是其他某种天性在我们内部犯罪的说法是正确的 他相信恶魔是一种具有实体的东西 这些都说明他改宗之前去思想曾被罪恶的问题所缠绕 他在罗马大约住了一年 西马库斯长官就把他送到米兰 在米兰他截至了圣安布罗斯 这是一位被称为全世界知名人士中最杰出的人物 他在天主教教义与模拟教义之间 他逐渐倾向了前者 但受学院派怀疑主义的影响他一时还有些犹豫不决 他说那些哲学家没有基督救赎之名 因此我绝不会将自己病热的心交托给他们 在米兰时他和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对他的感忠起了很大作用 他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 许多年以后圣奥古斯汀总是以一种尊敬的比调来叙述自己的母亲 圣奥古斯汀在《忏悔录》中还讲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进行了对比 他说主赐予他一些由希腊文移成拉丁文的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 有些地方虽然不够准确 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我仍洞察到某些意志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万物是他创造的 没有他就没有万物 他所创造的是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向黑暗 可黑暗却不接受 只有上帝 上帝的道才是真正的光 他照亮世上所有人 但我并没有在其中读到 他道属于自己的地方来 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接待他的都是信他名的人 他至于他们权柄 成为上帝的儿女 也没有读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或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之类的话 总而言之 在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中 他找到了行而上学的道治教义 但没有发现道成肉身 和人类救赎的教义 在奥尔福斯教 或其他神秘宗教中 称存有类似这些教义的元素 但圣奥古斯丁对此毫无了解 与二元论者的摩尼教徒相反 圣奥古斯丁开始相信 罪恶并不起源于某种实体 而是起源于意志中的邪恶 他在圣保龙的著作中 找到了安慰 经过内心的反复斗争 他终于改进了宗教 那是386年 他抛弃了教职 情人和未婚妻 经过短时期的折据后 他接受了圣安布罗斯的洗礼 他母亲为此感到高兴 388年他回到非洲 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这时他全身心投入了主教事务 并写作了大量文章 来驳斥杜纳图斯派 模拟教 以及菲拉纠斯派等异端学说